张宋文谈电影的艺术性 大家好,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继续带来张宋文的最新消息 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 之前也说过张宋文在这几天会有 关于电影方面的公开课 其实是定在昨天 昨天下午的四点半到六点半之间 他对这个公开课已经举行了 但是因为现场可能有要求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视频资料出来 我大概就是看到了 端端续看到了几小段 那当然这一点信息不足以 这个支撑一些节目 所以我正好就根据这几小段的内容 我大概展开来自己说一说 他这几小段我看了 他说的什么内容呢 他先说的是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导演 你想拍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你可以拍一个人 从这个燕郊到北京来通勤 每天往返通勤六个小时 这是一种艰苦的生活 这种真实的生活 你可以拿着这个摄像机或者手机跟着他拍 你来回来去拍 一天拍这几个小时 然后你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发到网上 这就会有人来观看 但是这最多只能叫做记录 只能叫做这个简单的记录 如果你想把它变成电影 你一定要给它进行艺术的加工 这里头就必须得有艺术性 其实大概也就提了这些 然后后来呢 他从这他又延伸到 就是问线上的观众 你们知不知道世界八大艺术是什么 然后他还专门的一个一个列出来 公认的八大艺术 虽然不知道是哪的这个标准 以前是七大艺术 现在是八大艺术 不是来自官方的标准 但是现在基本上公认都是这么说 八大艺术包括绘画 雕塑 建筑 音乐 文学 舞蹈 戏剧 和电影 以前没有电影 现在电影是被正儿八经的 画到艺术里头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也一直说 电影和电视剧是不一样的 前面那几样 咱们都知道 像绘画 建筑 音乐 文学 舞蹈 戏剧 这些 这都是传统以来 人类文明延续下来的 公认的这些艺术形式 那电影是怎么成为了 第八大艺术 而且电影现在是什么 被公认 它可以整合这其他所有的艺术 包括绘画 音乐 文学 舞蹈 这些东西 戏剧 都是可以整合到电影里面的 电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这些东西体现出来 它可以包容它所有的东西 而且电影作为 现代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之一 它比这些传统的这些艺术形式 表现力更强 它还有很多 以前想象不到的表现方式 不过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看电影 我们都知道 要有什么蒙开奇的方式 多线叙事的方式 它和其他那些传统的方式 还是有 它更有优势的地方 就是它创造性更强 艺术这个东西 首先就来自于 灵感来自于创造 我一直也想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它不是说我们说的这种语言 人类文明的共同语言 就是艺术 而电影作为这个 这个八大艺术种类之一的 之一 它就有着 这个跟人类文明的共同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 老是把说电影 是哪个国家的电影 什么地区的电影 虽然这些东西都有地域的特色 但它传递出来的东西 很多都是人类共同的 所以电影现在作为一种 广地球人都能广为接受的 这种艺术形式 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是整个人类文明里面 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也是 就从事这个行业 你并不是说 你纯粹的就是一个娱乐产业 娱乐产业非常大 它包括很多 动漫也是娱乐 音乐也是娱乐 电视剧也是娱乐 但是电影 它是整个的娱乐产业里面 最具有艺术性和创造性 所以 它可能也是在鼓励这些导演 你要做的是一项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在搞艺术 你是在搞创作 你本身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有自己的基点 你要有责任感 你不能说 这个东西就我随便搞一搞 你是在做艺术 所以说电影工作者 同时也是艺术家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对自己要有要求 不是说我干这个 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按照以前张同文说的 99.5%的 中国的从事电影行业的 这些演员们 他都养活不了自己 那你为什么还要干这个 首先为了成名 这我真的同意 为了挣钱 这都是但是前提是你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对人类文明太重要了 人类文明如果没有艺术 他这个文明就无法延续 你光靠那些这个机械工业这些发达 这个没有问题 他肯定是推着人类向前 但是人类文明能够存续下来 人类文明能够渊源流长 一定是靠着艺术的传播 有很多有感慨的事情 什么叫做这个音乐无国界 什么叫做人类共同的语言 你像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举个例子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 我估计大家肯定还有印象 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 这个奥运会开幕式 他其实并没有很多花哨的 特别大规模的这些团体操 整齐画意的这些东西 去渲染这个国力 和渲染这个悠久的历史 文明 他只不过是简单的 从全体运动到工业文明的发展 然后到这个医院的出现 到这个男女平权 大概有这么一个主题的表演 然后开始他用什么 他用的就是他的音乐 他用的就是 他的这些世界性的文化符号 这些人 这些东西 是每个人 是往那一摆 每个人都认同的 一开始跟英国女王出场的时候 007跟他一起跳伞 007往那一放 不管这个演员是谁 是不是Daniel Craig 007这个icon 是每个人都认识的 往那一放 跟女王一起跳伞下来 做个特效 就轰动 然后憨动 在这个音乐表演的时候 来这个洋装指挥 他就跟桌边另一样 是一个文化符号 每个人都认识他 然后接下来的音乐表演 就不用说了 是吧 到最后那个Beatles出来 全场黑柱的时候 那简直是 这个地球上还有人不知道吗 每个人都会被感染 你不用说前面的Queen 是吧 We will rock you 然后这个Spice Girls 辣妹 太多太多的这个 经典的这个音乐组合 经典的音乐作品 一拿出来 最震撼 这个效果只有最震撼 至于你看到后来 这个什么巴西奥运会开幕式 你到现在也只记得这个 这个超级名模走的那些台步 到了这个日本的东京奥运会 你也这个只记得超级马里奥 所以就说音乐这个东西 就是艺术这个东西 真的太重要 人类现在在宇宙中 去跟这个放了这些卫星 这个这个去寻找地外文明 搭载的是什么东西 他不会说我给你上来 这个有语言文字的这些东西 因为你不一定看得懂 对吧 我给你念一段稿子 我给你来段小作文 他不会 带的都是莫扎特 带的都是巴赫 带的都是柴克茨基 肖邦 用音乐来传递这种形式 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艺术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人类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张宋文所传达的就是 电影作为第八大 最重要的艺术形式 你做这个东西 应该是要有信念感 你做这个东西 是要应该有理想 你是在搞艺术 你不是单纯的混口饭吃 你塑造的角色 你制作的作品 你是个艺术家 你要对自己有要求 就这样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